下班回到家洗个早放松一下 不过你家里用的是天然瓦斯热水器 还是除热式热水器 两者电费差很大 除热式它一定会比较耗电 因为它以电压的电流值 然后它来讲它平均是9.9KW 落到10.1KW 以天然瓦斯来讲 当然它是里面是最省的 不过有网友透露 看了预售屋的新建案 都用除热式的热水器跟电磁炉 来取代传统的热水器跟瓦斯炉 让它担心电费会暴增 天然气热水器跟除热式热水器 比比看冬天一家三口 经过两个月的花费 天然气热水器大约1000多块 而除热式热水器要花4000多 至于天然气瓦斯炉大约400多元 但反观电磁炉就要2000块起跳 电力还有分夏天跟冬天的不同的费用 那你瓦斯也没有分夏天跟冬天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 只有选择电的话 的确是比较吃亏 不止电费问题 更有人说万一停电怎么办 而新的预售屋把电磁炉 电热水器变成标配有原因 以目前的规定是 电商必须要负责 而不是能够转嫁给消费者 那一户3万块 如果1000户 它就可以当场省下3000万 新屋配备改用电 没有天然瓦斯的风险 但电费压缩荷包 两者各有利弊 民众买房前三思 考量需求再下决定 三立新闻王丞伟 上来台北西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